大家好,我是毛毛 俗话说,新闻越短,事情越大 在6月28日,7时40分左右 甘肃省郑元县,冰河市场后山崖 突发山体滑坡 约1000立方米的石土从高处划下 两人被当场活埋 据知情者透露 早上有下雨 事发地原本有条路 大家平时都是往那里经过的 据当地政府通报 目前救援仍在进行中